到底是哪一條 就是到底是要怎麼連連看 才會連到阿伯去關市民進黨的錯 怎麼連的 是民進黨檢舉的嗎 沈慶晶是民進黨的嗎 是民進黨拜託沈慶晶拿錢給柯文哲的嗎 還是因為他說那個 攝影機裡面是賴清德 那一台攝影機頭髮中分 是民進黨拜託柯文哲把錢收起來的嗎 沒有一條是民進黨拜託柯文哲在USB上面寫1500萬審慶金的嗎 沒有一件事跟民進黨有關係 好不好 你今天要走正常的流程跟程序 要去做柯文哲的抗辯 要在這個媒體舞台上面 跟大家講柯文哲絕對沒有錯 民眾黨要保持信心 你有一萬個方式可以做 你選擇最廉價而且最沒有智商的那一種 他們都是名嘴側翼 三立是綠色的媒體 民進黨這個政治迫害 這個都沒有腦子 這種指控方式是 我不知道一百年前的義和團指控方式 洋鬼子船間炮利我們義和團 這個叫什麼刀槍不入 他為了誰 為了慈禧太后 為了昨天上來哭哭哭啼啼的陳佩琪 講道理好不好 上廁所上一個小時你們相信嗎 罵別人遊覽車 結果你們自己在開 說別人居住是正義什麼房價買不起 你們知道 民眾黨你知道 你們遊行的那一條 抬頭看那個就是去看1.21的那個房子 抬頭看那個就是4300萬的商辦 你們知道嗎 你們根本都不知道啊 那要講道理是什麼 大家攤開來 藍綠百爛的一起比 但是我最乾淨 藍綠百好的一起比 但是我最好 這個才是對的 你不是念金幣的 蛤蛤蚊子咬我 都是民進黨養蚊子 這樣子會長大嗎 你們捐的每一筆錢 我跟你講 你們在下面加油是在喊柯文哲什麼 相信清白 是喊賴清德放人 你知道在民眾黨黃國昌眼裡 下面你們每一個都是200塊 500500 有真有有加價 好我們要請3Q上來 昨天晚上在這個場當中 又播了一支阿伯的影片 看起來他進去之前錄很多支 只能釋出第二版 這個是最省錢的方法 在家裡拍拍影片 然後分集播出 你也可以知道 這個就是網紅操作方式 先把人設建立起來 先罵罵執政黨 不可以監督在援黨 然後再講司法迫害 再講我感覺到台灣社會的風氣 越來越糟糕 然後這個 這個一節奏發出之後 獲得一定的流量 這就是阿伯的監獄網紅學 這個你看 這個像 之前有個網紅叫TOYS 就沒那麼聰明 他也可以比如說 3個月出一支影片 跟大家講講今天吃什麼飯菜啊 然後下午的時候在哪裡運動放風啊 所以他真的蠻不錯的 你看人被壓起來 然後持續的創造出高流量 這也是最後僅存的剩餘價值啦 而且其實某種程度 他這個影片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整個晚上的高潮 還是在柯文哲影片出來的時候 什麼媽媽嘴啦 馬英九啦 或者是誰出來講 黃國昌館長 都沒有柯文哲的這個影片來的動人嘛 而且最後他們還放一首他唱的歌 他唱出來之後下面小草就開始哭了 所以要跟大家這個影片出來 意思就是跟大家講 那個民眾董是你們阿伯的 不要在那邊 所以其實啊 黃國昌的臉色越來越凝重 越來越僵固的原因就是發現 原來奪權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昨天不是昌皇登基喔 差多了差多了 我跟你講昨天這個 那個叫做正大光明點 後面還有東西 昨天這場集會有請出來 全台灣最難過的男人是誰 你知道嗎 叫徐永明 我當初進去的時候為什麼沒有幫我辦一場 不是也是我當黨主席嗎 不是也是為了這個政黨的生存嗎 你黃國昌不是也百分之百相信我嗎 也沒有預錄 結果為什麼黃國昌沒有幫我徐永明辦一場 幫柯文哲辦一場 哭了太難過了 民眾黨第一場演講集結兩萬小草 阿伯的第二支預錄影片驚喜曝光 這個是柯文哲應該是在這個第二次 就9月8號 9月5號 9月5號 就第一次是去他家搜索嘛 然後物保請回嘛 第二次又進北院的時候 去做的去預錄的影片 那目前知道的已經至少兩支了 後面還有沒有 因為一支進去就是請大家要好好吃飯好好生活 第二支就是這一支司法不公 他說這個在演唱會 不是演唱會 演唱會 在這一場演講裡面 柯文哲用預錄影片的方式現身 這是5號出發去北檢之前所錄 影片表示 這幾天台灣發生太多事 沒有就你一件事情 這個他們把自己弄得像預言影片一樣 我想這樣 三天後台灣會發生很多事情 沒有都你的事 都你的事 深深感受到台灣社會目前最嚴重的問題是 司法程序缺乏正義 太多人透過媒體放話 這個就是典型的柯文哲語錄 他的方式就是用三分真七分假的方式 有沒有發生太多事 有 但是是什麼事 是柯文哲的破事 司法程序是否缺乏正義 有 因為民眾對司法可能 因為不常接觸嘛 會覺得說你們要我請律師花很多錢 報很多程序 然後這個我借錢沒有還 就是被詐騙集團騙 我車禍要調解 就要花一年三個月 這個就是你們程序都缺乏正義 我明明是對的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的時間 或者是我明明是錯的 為什麼 我錯了為什麼不讓我凹 所以這個就是 那他講這一句很多人會有共鳴 事實上就是這樣子 他們一直都是在利用這種 反社會的情緒嘛 最後太多人透過媒體放話 我就問一件事啦 柯文哲 你拍這個影片算不算透過媒體放話 算 算嘛 所以他的太多人是什麼 是包含自己 只是他沒有講 所以他講的話 其實是三天前預錄了 但是看起來像預言影片 這個就是柯文哲的厲害 那同時呢 這個 在這一場演講裡面 這個一定要特別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跟你講在這場演講裡面 他們這一次比較沒有表演 他用影片穿梭 其中有一段影片就是 太多人透過媒體放話 媒體政論名嘴側議 都殺在黑白講 你你你都黑白講 我沒有我立院榮譽顧問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這個李正浩潛討說我沒有上榜 不好意思 我這個專業分析 對 李正浩說為什麼沒有3Q 為什麼沒有范老師 我不在意那些虛名 好不好 來 這就是我們本節目 九四要克宿 民眾黨說毫無證據 這是李正浩的新台派上限 民眾黨說善笑醜話 我有點不太確定 他說的是誰 這個叫做新台灣加油 現場余北辰 余北辰將軍 媒體辦案 被點名了啦你 我跟大家講 其實我自己 我自己當民意代表的時候 我也遇過這種情況 我有一個節目 一年罵我270幾在我被罷免的那一年 然後我就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 到底 如果他們講的話是錯的 因為他們可能有講過我沒當兵 或者是我媽媽是中國人 這種完全不對的 那後來呢 我跟大家聊過 跟一些媒體人 或者是跟一些這個政界的前輩聊過 他說 有一句話很重要 叫做不是你的標籤就貼不上 就是說我們走在路上人家常常會攻擊說 你看他A很多錢 你看他可能 他可能這個 都闖紅燈 都不守交通規則 他會有很多奇怪的留言 但是呢 媒體的工作是 大家把大家聽到的講出來 然後他們會在空中交鋒 最後民眾要不要相信 是民眾的事情 是民眾的智慧 所以不是你的標籤就貼不上 因為聽到 我覺得這句話是最後讓我釋懷的 不然我也可以去炒作說 哇有一個節目一年罵我270幾 我就每天檢舉他 我就每天要他寫報告 然後我就叫我去質詢說這種電台可以下來 然後我在每天錄節目罵他 我也可以做這種事啊 可是我不會做 因為言論自由 並不會被這樣子而消滅 但是民眾黨現在就是抓著這一點 使命的打 用力的打 他忽略說 你在網路上放屁是不用被監督的 但是你如果做節目講錯話 NCC要你寫報告你就寫到頭痛了 然後還要罰款還要祭典還會關台 這些都是現有有監督的程序下做的事情 他不是一個就是我們大家坐在家裡 然後你愛講什麼講什麼 像是一些什麼 三叔六婆在那邊八卦聊天 其實真的不是 所以媒體沒有他們講的那麼簡單 事實上是他們自己也很認真在經營媒體 只是叫做網路媒體 或者有一種名字叫做網軍 中小平也認為說現在我們應該要藍黃河 什麼是藍黃河 所以就是明目張膽的說 這個我們到底要挺貪污啊 誰 國民黨 對啊 我看不懂中小平 國民黨挺貪污又不是一天兩天 那不是挺得很習慣了嗎 我幹嘛要講的顯得這麼驚訝 對 他們本來就是 我還是覺得民眾黨可惜 那個超越藍綠新政治 然後越玩越回去 對啊 嘴巴講的抑正延遲 手裡拿的這個比人都多 然後叫人家不可以出遊覽車 昨天我剛剛看統計表情出來了 台中出不到16台還是21台 這麼多喔 彰化一台 那個哪裡一台 那個表情出來了 本來以為新政治是比藍綠更好 更乾淨 更有效率 更智慧 結果是更骯髒 更回去 然後更不講道理 不明是非 所以這樣子的新政治對我來講 就可惜了啦 你把年輕人叫上街 你沒有做正確的法律社會政治教育 把他們趕回去 那中小平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啦 到底是哪一條 就是到底是要怎麼連連看 才會連到阿伯去觀視民進黨的錯 怎麼連的 是民進黨檢舉的嗎 沈青金是民進黨的嗎 是民進黨拜託沈青金拿錢給柯文哲的嗎 還是因為他說那個 攝影機裡面是賴清德 那一台攝影機頭髮中分 是民進黨拜託柯文哲把錢收起來的嗎 沒有一條 是民進黨拜託柯文哲在USB上面寫1500萬審慶金的嗎 沒有一件事跟民進黨有關係 好不好 你今天要走正常的流程跟程序 要去做柯文哲的抗辯 要在這個媒體舞台上面 跟大家講柯文哲絕對沒有錯 民眾黨要保持信心 你有一萬個方式可以做 你選擇最廉價而且最沒有智商的那一種 對 他們都是民嘴側翼 三立是綠色的媒體 民進黨政治迫害 這個都沒有腦子啊 這種指控方式是 我不知道一百年前的義和團指控方式啊 洋鬼子 船間炮利 我們義和團 這個叫什麼 刀槍不入 他為了誰 為了慈禧太后 為了昨天上來的哭哭哭啼啼的陳佩琪 講道理好不好 上廁所上一個小時你們相信嗎 罵別人遊覽車結果你們自己在開 說別人居住是正義什麼房價買不起 你們知道 民眾黨你知道你們遊行的那一條 抬頭看那個就是去看1.2億的那個房子 抬頭看那個就是4300萬的商辦 你們知道嗎 你們根本都不知道啊 那要講道理是什麼 大家攤開來 藍綠擺爛的一起比 但是我最乾淨 藍綠擺好的一起比 但是我最好 這個才是對的 你不是念金幣的 蚊子咬我 都是民進黨養蚊子 這樣子會長大嗎 你們捐的每一筆錢 我跟你講你們在下面加油是在喊柯文哲什麼 相信清白 是喊賴清德放人 你知道在民眾黨黃國昌眼裡 下面你們每一個都是200塊 五百五百 有加價 我認為民眾黨的黨公職人員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沒有跟他們的支持者講實話 我看不起這種政治從業人員 捐給師傅洗一洗就會變乾淨了